那因為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是紐西蘭的夏天 那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是紐西蘭的夏天 氣溫差不多都是在二十幾度 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是紐西蘭的夏天 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是紐西蘭的夏天 溫度都差不多在二十幾度左右 非常舒服 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紐西蘭是夏天 那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紐西蘭是夏天 那溫度差不多在二十幾度 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差不多 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的 所以是紐西蘭的夏天 那溫度差不多都在二十幾度 理論上是不會下雪的 那但是有幾個比較海拔 高一點的地方有下雪 像是最高峰 Maltern Co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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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年是有 Maltern Cook全年都有雪在山頂上 那我是覺得一個 那我發現一個很酷的地方 那我發現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台灣的玉山 還比Maltern Cook還要高 那我發現一個很酷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玉山 竟然比Maltern Cook還要高 台灣真的是一個奇葩的地方 台灣真的是一個奇葩的地方 那這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四集 這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四集 風景篇 那我們下一篇是攝影篇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